大家好 欢迎收看9月1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在中秋廉假的第一天 花莲各大景点一早就陆续的出现了人潮 而警方也特别针对了热门景点周遭和易塞车的路段 进行了疏导的工作 来确保民众的行车安全 18号一早中秋廉假的第一天 太久线苏花路郎陆续涌现车潮 沿线景点也挤满游客 让摊贩店家是乐开怀 有没有准备比较多的量 有 大概准备多少的量 平常的三倍 三倍啊 今天早上人潮多吗 有比平常多 南下车流虽然较多 海九线164公里处还一度发生差撞车祸 造成回堵 但警方也在10分钟内顺利排除 整体交通大致保持顺畅 新城警分局也利用科技执法系统进行车流监控 今天010到13时 目前车流量为11615辆 跟预计当日总车流量数差了一半 原来我们预计是21000多辆 据南澳交控中心统计 昨晚18时到今日早上80许 台九线南下车流量为10367辆 今天数据显示 研判都是利用夜间跟深夜提早上路来返乡出油 所以今天车流量较为预估的少且顺畅 来到市区 不管是在炸弹葱油饼的店家外头 还是新天堂乐园的周边道路 都可以看见满满的人车潮 警方也针对这些热点区域加强交通疏导工作 为了及时掌握重要的连外道路车流状况 吉安警分局也出动空拍机进行监控 辖区观光景点折潮车流开始增加 本分局在各交通热点派遣疏导警力 并且运用空拍机及时掌握连外道路车流状况 呼吁所有用路人遵守交通规则 同时落实户外戴上口罩 保持安全社交距离的防疫规定 为了避免车流回堵也确保用路人安全 或连县各警分局都动起来 而警方也呼吁用路人 在市区中央路段都设有科技执法取缔并排停车 驾驶人可以事先利用智慧停车系统查询车位 减少在市区的绕行时间 记者许丽琴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